台东五合一选举落幕 蓝营几乎大获全胜 尤其县长选战由国民党 柔庆林以6861票 大胜民进党刘兆豪的 41104票 以及五党籍陈长宏的 2383票 成功守住台东县蓝天 不过探开数据 可以发现柔庆林得票数 相较四年前少了近2000票 其他地方明代选票数 也明显变少 根据中选会网站统计 今年台东县长选举 投票率仅有64.79% 等于17万7千多人的投票人口 仅有约11万左右的人去投票 投票率比四年前 整整低了约四个百分点 确实是少了近8000人投票 就是交通不方便 有的有车有的没有车 做不到车子 交通不方便 我们不方便回来 我去投票的时候就发现 比较少年轻人 因为最近也是其中考的时间 所以大家有些同学 都留在学校里面 准备考试 对没有意愿想要回来投票 不见排队人龙 投票日当天 清一色多维部落长者 除了天气与铁路交通 可能影响到民众投票意愿 另外最关键的青年选票部分 这次刚好又强碰到其中考期 部分学生族以备考为优先 也会是放弃返乡投票的因素 但以上种种原因 是否影响到地方选情发展 值得观察 原始新闻日部整台中 薛大武达人采访报道